這個智能把桶給大家展示一下 它就走過來 找碰到這邊它就自己就會開蓋子 然後再踢一次 哈囉 你看它反應很慢 你看 乾一道然後就可以開站著的 OK 然後它有遙控器可以給它關 蓋起來 這個蓋起來這個 OK 然後它有一個功能就是 坐下去它會噴泡沫 這樣坐著了 它就有這個泡沫出來了 這樣就不會 反指坑出來 然後也反指 反指臭味囉 這樣子 假如你坐之前沒有按好的話 坐下來就來不及了 然後你每次起來它就把你沖池水 它沖池水 好 OK 所以呢其實它每次都是自動就是沖 所以你關掉自動沖水功能 那你就要每次都是手按沖水 所以我自己是不是很喜歡這一款 那這一款值的問題就是 你 假如你不開這個每次都自動噴泡沫的話呢 你 這樣按一下是開 按一次是開 兩次是關 所以我要坐之前我先按一下 假如我要開的話 我按一下開 好這一次是開 我一坐下去 它就開始有泡沫 那假如我現在開了 我下次坐又是有泡沫的 所以 那我每次坐著的時候 假如我要上大號之前 我就要確定一下 它到底是有開 泡沫還是沒開泡沫 OK 當然假如你 不管大號小號 你都想要泡沫的話 那就自動就好 就很方便 但是你那一支瓶子只能用 240次就要換 就差不多一個月就要換一支了 但是我自己在家呢 我都會坐著上小號的 OK 因為站著的時候 其實我不喜歡站著 站著的話 噴的旁邊都是男生嘛 對不對 所以我不提倡男生站著 所以去外面當然站著啦 OK 但是在自己家的時候 我都是坐著的 OK 比較衛生 穿著 你要沖水啦 自動穿著 拜拜 然後它還有一個功能就是你清洗完屁股 它會自動幫你開紅乾屁股的 但是我關掉這個功能 因為 不是每一次你都那麼有時間洗完 然後讓它吹乾 然後再慢慢擦 OK 就還蠻麻煩 然後每次到你稍微站起來一下 它就開始沖水了 所以智能馬桶其實真的不是很省電 它沖的聲音很大聲 所以半夜超吵的 OK 願意聽一下全排的聲音 超大聲的 很大聲有沒有 而且它有個缺點就是它的沖馬桶 所以它不會自動蓋蓋子才沖 就不是很衛生 像大家都講求蓋起來蓋子在沖嘛 雖然它說這種設計啊 它是紅膝實在是不是 這種吸下去的方式 不會噴濺出來 那些氣味還有細菌 沒關係 但是呢其實我覺得還是很不衛生 我還是習慣蓋起來 然後才沖 那這個就不行 我一起來它就自動沖 我根本來不及蓋 就算我按蓋的話呢 它蓋到一半的位置 它就沖水了 蠻麻煩的 但是啊 然後它沒有燈 它會 晚上變成一個小夜燈 然後那個燈還是有殺菌的功能 OK 反正它醜的 而且比較喜歡這種傳統一點的 眼睛把它 它手動放蓋的 OK 然後呢 這邊其實功能都 大同小異啊 都是這樣子 功能你每一個都要按 不會說有一個功能 然後自動 然後也沒有泡沫 就是最大的差別啊 但是好處呢是 它不會一直亂沖水 一直沖水很煩 不過這一款會有個問題 它 我在用酒用的 它這個 洗屁股的時候 它這個 會出來以後 跑 跑的 會 卡住 喔 快快點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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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水 噴不出來 就一直丟在下面 然後要自己再把那個管子 拉一下 調整位置 才行 這一次 這一款我遇到過的一個問題 然後這一款有一個自動清洗 噴水功能 按兩秒 它就開始清洗在裡面 清洗 它被噴出來了 OK 可以接著氣勢 或者你要自己擦的話 你可以按著它 沒有人做的情況下 按著它 然後自己出來 但是有人做下去 它就開始噴水 所以我之前遇到問題 也有可能是 它的可以出錯 我明明做折 然後按出來 它以為我沒有做折 才就不噴水 所以 就是有些怪的問題 這一款就是我比較喜歡用的 我比較常用的 這個是 TOTAL的 對 這個喜歡的人呢 功能簡單 然後呢 它按鍵夠大 夠明瞭 其實這種東西的功能都差不多 一樣是 停止啊 沖洗啊 輕柔的 它會動的 OK 輕的洗 還有 比較強的洗 兩個這樣 然後跟水的強度 下神的沖洗 烘乾 有沒有 然後還有坐墊的溫度 這一款我覺得它的設計 就比較清楚明亮 然後解墊的功能 開噴水清洗 它也會生出來 然後就會開始清洗那個噴水 這樣子 再再去擦洗它 它會有些溫水自己出來 嗯 按回去 OK 然後一樣 放下去它開始會有風扇 就會怎樣 哎唷 風扇就開始轉動 就簡簡單單 然後走的時候它還會 拒轉一陣子 不會有太複雜的功能 而且我在使用上也沒遇過它 會噴不了水等等的問題 就是這個很穩定的機型 但是就是沒有自動翻蓋囉 然後也不會自動沖水 對 而且這種免支馬桶呢 也比較好鑽 我不用換太多東西 這個是它原本水 那個 馬桶的進水的開關 我總開關都不用關 我從這邊關掉 然後呢 把這個管子 這是原本馬桶水上的拔下來 然後加鑽上這個 一個T型的這個 轉接管 裝上去的這個是進免支馬桶的 那個沖洗用的水管 然後把馬桶的管子鎖回去就好了 超級容易 有沒有 很好安裝 很方便 然後 這個呢 就把原本馬桶蓋拔掉就好 它這個螺絲啊 我都不用伸手去後面去夾著 它只有一邊的 它是算膨張螺絲那種 一鎖它就越 下面越膨張越膨張就緊了 所以從這邊鎖下去 它就開始鎖緊了 放鬆所以這邊鎖 再拆掉就可以整個拿起來 而且呢 它這個是前後左右都可以調整距離的 所以基本上所有的馬桶都可以用得了 更好它是偷頭的 配我偷頭的 同一系列的 更是方便 這鎖好以後呢 就這樣子 拿上來 這個 放後位置推進去 扣一聲 好了搞定了 就是那麼容易 它這邊有顆開關按下去 拉 搞定了 OK 超級容易 所以這一種的話呢 像我是租的屋子嘛 所以我這個屋子 我可以把原本的馬桶拔掉 裝上這個 等我走的時候 拔掉這個 裝回去它原本的 簡簡單單 假如要換整個馬桶的話 真的要請師傅來鑽 完全不可能自己鑽 除非你是專門在做這類工程的人 還有一個 這個 這個壞掉的話 我到時候它什麼 電路壞掉 噴不了水啊 等等的話 我只把這個 拔起來 再換一個就好啦 或者 拔去店家 請人家修就好 假如馬桶的出了問題 我真的是 真的很麻煩 OK 所以我都還是比較建議 使用這一種的 畢竟智能馬桶 我覺得並沒有非常的方便 它 比較麻煩 所以我還是比較喜歡這一種的 我想換就換 或者以後有更好的 功能的 比較好一點的 我拔掉這個就可以換掉了 我不需要整個馬桶去換 OK 就是這樣子 OK 如果是 你想買自的馬桶的話 希望這部片 對你有一點幫助 OK 你可以去比較一下